孩子学习不好一定就是笨吗 多一笔就可以对救婚 一共四个错四次 告诉他一万遍怎么做 他就不那么做 我不知道脑子里胆块出了什么问题 这个孩子名叫笑笑 他的停歇 每一笔都会落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亲妈急得直闹强 但是他却在一旁乐呵呵 我儿子五年级了 对就是护体 一二年级的字还不会写 其实笑笑在六岁之前 和其他孩子没有任何区别 乐观活泼不怕人的性格 让他成为全家的开心果 然而上了小学后一切都变了 在课堂上笑笑 手边所有的东西都会变成玩具 被老师点名批评没过十分钟 他就又回去干扰其他同学上课 而下课零一响 他就马上重出教室 消失的无影无踪 最严重的一次 一直玩了二多分钟 老师找了三四波 最后掉录像才看见 他在四合院那个 那块蹲着跟着玩呢 因此老师也建议家长带笑笑 去医院检查一下 而诊断结果就解开了妈妈的疑惑 原来孩子并不是因为天生顽皮导弹 患上了人们常说的多动症 另外妈妈也在医院给笑笑做了支离测试 结果显示她的支离十分正常 这让妈妈稍微松了一口气 毕竟多动症是后天可以干预的 因此为了让笑笑能够专心地做作业 全家商量轮番辅导她写作业 就连清华毕业的姥姥都出动了 但是期间笑笑依然坐不住 没过几分钟她就又跑到客厅玩耍 姥姥面对活泼的外孙也是无可奈何 而多动症地怀出在学习成绩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一年级别的孩子都考双百诗 笑笑的成绩却只能勉强及格 然而面对妈妈的批评 笑笑却一笑而过 你好聪明啊 我看 东西被我妈夸了一下 捧得越高 我书外的越疼了 笑笑妈妈本以为这些问题等笑笑长大后都能改善 但是孩子上二三年级的时候却来越不对劲 笑笑写作文一上午才写出二十个字 而到了五年级笑笑连一二年级的字都写不出来 作业本上画的字让妈妈看了就十分头疼 所以他们又把笑笑带到了医院检查 而这次检查发现了笑笑除了患有多动症以外 还患有阅读障碍问题 阅读障碍其实也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 而且同龄儿童中占比还能达到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八 这些儿童记忆和智商都没有问题 但就是学不会阅读和书写 他盯不住字 嗯嗯嗯 断断续续 丢字辣字 而且是滚小的两个字在一起 而医生给出的这个诊断结果也让笑笑的父母忽然开朗 但是出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式学习的年纪 笑笑当然也不能成为例外 况且笑笑在学校中不仅要学习知识 还要学习和同学们的相处方式 所以妈妈觉得尽管笑笑有困难 但还是要养成一个努力向上的学习态度和习惯 不会没事咱们去学 只要努力 没有什么做不好的 滴水穿石 对一次她加倍地在家中辅导孩子学习 每天给笑笑安排的课程满满当当 甚至因此破坏过家庭氛围 在笑笑上二三年级时父母还差点因此闹离婚 但尽管如此 笑笑的成绩依然没有任何提高 常常都在班里处于垫底的位置 每天拿回来的视觉妈妈都不敢正眼看 因为看了之后会更加的生气和焦虑 而笑笑又十分懂事 每次看到她快要生气时就开玩笑都妈妈开心 她对笑笑事迹生气又无奈 妈妈你命苦了 我真的命苦 这刀子什么罪 上辈子学习 下辈子教儿子学习 说大乱声的 她还想了个法子改善笑笑的学习状态 就是监督笑笑运动促进多把案的分配 让笑笑的注意力能够转移到学习上来 就这样笑笑每天就是学习跳绳俯和称 虽然笑笑很不情愿 但还是十分懂事地配合着妈妈听她的话 现在每一刻的态度都决定 我下一秒怎么对待你 知道吗 你积极努力你就有好的 现在我现在更进行 对 就越来越糟 然后形成恶性循环 你的世界里都是黑暗 长时间下来笑笑也受到了影响 那个曾经活泼开朗的小孩逐渐被剥夺了童年 但她的学习成绩依然没有得到太大进步 妈妈不断地告诉自己孩子就是有问题 但是心里的那股不服气一直让她纠结无比 这个生理才踏踏实实接受了 我的孩子就是有问题 就而久之母亲还发现了笑笑身上存在的问题 就是她会把一天在学校中的遭遇都藏在心里 比如在学校中被欺负不跟家长说 回家之后还依然展示出一副乐呵呵的样子 妈妈看在眼里十分心疼 为此她特意组织集体活动邀请其他同学参加 在活动中笑笑展现出乐观活泼的一面 她也能趁机与其他家长沟通笑笑身上存在的问题 以此避免笑笑在学校中受到歧视和欺凌 同时这样的方式也能让孩子更好地融入群体 避免被其他同学误解和孤立 也许正是因此笑笑体会到了父母的良苦用心 在一次课堂小测验中 笑笑颇天荒地拿到了班级第一名 老师当着所有同学的面表扬了笑笑 并且还把这件事发在了班级群中 而此时很多家中也知道了笑笑的不容易 纷纷都在群里留言鼓励笑笑 而这一幕也让笑笑妈妈十分欣慰 看着笑笑一天天好起来 她也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然而好景不长 妈妈为此带着笑笑参加了一次集体跨年活动作为奖励后 笑笑又开始糊弄作业 这天笑笑做完作业早被爸爸奖励五十元钱 但当父母检查作业时顿时又火猫三丈 因为那一本书学作业上没有一道题是完全正确的 这让妈妈十分失望 然而这对于患有阅读障碍的笑笑来说更加痛苦 她不想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所以开始本能地选择逃避 妈妈也试图自我安慰 但是始终过不了心中的那一关 毕竟孩子长大过程中需要的是有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 之后笑笑每次在学习过程中都显得格外敷衍 但除了学习之外的所有事情 笑笑都能够表现出细心和认真 比如组装复杂的学习桌 又或者是去咱家军事训练营 尽管那里又苦又累 但是脱离了家庭和学习的笑笑总是不会厌倦 所以心理教授分析是因为家庭教育的环境 让笑笑从内心深处产生了对阅读和写作的抵触 变懒的也是一种可能 但其实可能是自我价值保护 我已经努力去做了还做不好 还不如说我不想做 阅读障碍孩子就是这样 她的智商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无法从阅读和写作中获得乐趣 整个家庭必须等待着笑笑慢慢成长 妈妈对这些道理心里也十分明白 但是每天晚上陪着笑笑熬到夜神人静的时候 总是难以压制住内心的怒火 我现在教着你去做 你又不愿意 你要怎样 我告诉你 那鞋拔子一上了 呱呱两下什么事都没了 直到第二天 笑笑在同一个问题中犯了同样的错误 笑笑妈妈彻底爆发了 他认为此时的笑笑已经不是单纯的阅读障碍 孩子长时间的顶嘴已经上升到了学习态度的问题 姥姥见到母子之间的争吵赶忙过来安慰笑笑 但这样的做法更加让笑笑妈妈生气 最后妈妈摔门而去的那一刻惊险无奈 为了缓和家庭气氛 一家子又组织了一次夜餐 和之前一样 笑笑摆脱了学习又变得活泼 而妈妈也恢复了对生活的乐观 但是每次面对学习时 不管是妈妈还是笑笑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痛苦 尽管如此笑笑的心中也从未记恒过妈妈 妈妈知道其实这一切都是阅读障碍和多动争惹来的麻烦 所以最后妈妈也选择与自己和解 同时也和笑笑和解 她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小孩 这种性格这种反抗精神在她的成长期可能会比较痛苦 自己和周围家人都会比较痛苦 但是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她一旦成人了以后 这种反抗精神能让她活成自己 而不是生活的努力 毕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是完美的 就拿笑笑来说 虽然自己患有阅读障碍和多动争 但是活泼乐观的性格就是她的优点 在学生时期的笑笑可能落后于别人 但人生并不是永远处在这个时期 孩子会长大也会改变 每一个孩子也都将学会独立地面对同一个社会 乐观向上的优势也终将随着年龄而扩大 家长们更要多给孩子选择的机会 也应该接受孩子的与众不同 毕竟人无完人 真是每个人的不完美才构成了多样的世界